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现在有时候很多人写信到东方台来问台长说 台长我们现在去救别人 别人有时候反而骂我们 对我们不好 怎么办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在7月28号 7月底 现在是8月 刚刚8月 在厦门 这个吴某啊 他去买蛇 经常到山上去放生 没想到被蛇咬了 毒性发作 不致身亡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你要去放生也好 做好人救人也好 你先把你的眼睛蒸蒸亮 看看这个人能不能救 这个人如果不能救的话 你就先暂时不要去救他 不要去说服他 等到机缘成熟了 再慢慢的救他 因为你要记住 很多人身上的业障很多 还没有到开悟的时候 我们不能这么做 那么这个人说 台长 难道我们就不救那些很可怜的人了吗 虽然他们犯了很多的罪业 但是我们就不救了吗 台长说 农夫与蛇的故事 那是过去 现在我告诉他 有一个台长认为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看到一条蛇在路边快要冻僵了 我们不要去把它抱起来 用身体的温暖把它救活 我们知道蛇很厉害 我们在蛇的周围燃上火钩 用热量能够让他苏醒过来 他醒过来想咬人 我们站得远远的 又救了他 又保护了自己 这才叫自渡渡人